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598回 话说徐凤年之所以先到济北衡水城 去见玉兰刀和魏晋堂 但真正的意图还是收拢那两条经营数年的浮现 相比济州韩方 另外那颗名叫宋雕儿的暗棋 能够更早发挥作用 当时徐凤年跟随刘尼荣带队的鱼龙帮出关走标 宋雕儿是副帮主萧枪请来借刀杀人的几股马贼势力之一 徐凤年相中了此人的心性果决 手腕狠辣 让宋雕儿事后去跟当时还仅是幽州果义都尉的黄浦平 要钱要粮 宋雕儿果真如徐凤年所料 如果不提那武艺平平和可怜的身世 其实啊什么都不缺 搁在黎阳中原江南 尽是极地或是成为风流名士都不难 所以有了一位实权果义都尉 不遗余力支持的大好行事下 宋雕儿很快在边境上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甚至连他娘捏巴都吃 笼络起了三百号汉匪马贼 等到黄浦平当官啊 当到幽州将军之后 实力不断扩张的宋雕儿 俨然成为了幽州关外数一数二的马贼领袖 明面上手下精壮就过签了 别看相比各地军武这个数目不大 兴许还比不上一个吃空想的较为 但要知道这宋雕儿 当时只靠着三十六名马贼 就能在关外自在逍遥 宋雕儿麾下暂时 没有换上精良装备的一千马贼 大概已经可以等同于 冀州三千骑军的战力了 那如果说纪北玉兰刀的万鱼齐军 北蒙已经心中有数 做了后手应对 那么宋雕儿来去如风的一千马贼 以及可以骤然壮大的宋家匪 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对北蒙东县大军捅刀子 至于是去捅妖眼子 还是往尖头抽成一刀子 徐凤年这一次会亲自去布军 除此之外 在北蒙诸网和江湖势力 往幽州渗透的时刻 徐凤年也借此机会 将许多人马悄悄打伞 撤向了关外 如道德宗掌律真人崔娃子所认为的 什么听朝阁豢养的一半鹰犬 都隐藏在葫芦口宝寨 那障眼法而已 早就跟宋雕儿的马贼会合了 那天在清凉山后的碑林 徐凤年面对指着自己鼻子破口大骂的米穷 没有任何反驳 只是说了一句 自己没有做好 也许他这个北梁王确实做的没有多好 但徐凤年做的事情肯定比外界想象的要更多 徐凤年喝了口先前青猪娘刚刚温过的花雕 原本还有些笑意的他突然沉默起来 十五年沉的花雕酒自永辉元年起既是江南道贡品之一 其出产地自大凤王朝便有独特风俗 傅家生下女子便以出生十几日的酿酒几坛 酒坛会采多埋入老龄的贵树之下 致女子长成出嫁便以此酒做头等陪嫁物 当年北梁大郡主远嫁江南 北梁王徐霄扬言要采贝一千坛花雕酒 作为女儿的陪嫁之用 仓促之下结果只凑了八百多坛 原本呢 这也不是什么有多丢脸的事情 那会儿人途嫁女谁敢说三道四啊 谁不知道骂他徐霄再凶 徐霄听过也就算了 若是有两个女儿的闲言碎语流传到他的耳朵里 只要不是隔着几千里外的 保管皇帝都护不住 到最后 是那个起先最拦着大姐嫁人的世子殿下 亲自带着王府亲兵 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几乎把梁州城内所有权贵富豪的家门 都给硬闯了一遍 这才在徐之虎出嫁那天的清晨时分 两眼通红的世子殿下 终于捧回了最后一坛上等花雕酒 徐凤年不言语 青猪娘也不出声 不再身披道袍 而是身着便服的张秀成 轻轻推门而入 他本想行跪拜大礼 看见青猪娘还留在屋内 一时间呢 有些左右为难 徐凤年回神后 举了举酒杯 他微笑道 都是故人相逢 来坐下说话 张秀成的诚惶诚恐可不是假装的 他亲娘啊 眼前这位可是堂堂黎阳西北藩王啊 那只握着酒杯的手 可还握着整整三十万边关铁骑 这位顶着北梁王爵和上驻国头衔的年轻人 那可正在跟北莽的百万大军跟整个北莽王朝在玩了命的四刻呀 退一万步说 拿走北院大王徐怀南和提兵山第五和脑袋的男人 打死王先知的家伙 张秀成他这么一个装神弄鬼的道士 不是算碰着真神仙了吗 这张秀成瞥了一眼还蒙在鼓里的青猪娘 用字正腔圆的记咒口音 他小心翼翼的问 徐公子无妨 徐凤年点点头 不碍事 张秀成松了口气 正经微作 他沉声说 小的斗胆先不说正事 大当家的让我先替他做件事情 以后见了面 他再补上 说完这句话 张秀成站起身来 跪在地上重重的磕了三个响头 徐凤年没拦着他 额头微红的张秀成重新起身坐下 迅速平稳了思绪 他继续说 在我 这张秀成忍不住骂了句脏话 先给自己甩了狠狠一个耳光 这才说 在徐公子授意下 玉将军带兵去济北的路线上 经过了南陆关附近 大当家的也连夜率领三千兵马去堵截 大打出手了一番 可然 那只带有十几护从的袁廷山 事后露头了 对大当家的少了几分戒心 玉将军这一路北行 可就咱们南陆关拔刀了 其他十几路兵马都缩软的一塌糊涂 不是小的胡吹 北梁铁骑的确不愧是天下第一的雄兵 哪怕隔了个河州 冀州军照样得怕的要死 徐凤年微微一笑 要是冀州主心谷阳慎兴儿还在 可能就不是这幅光景了 可能啊 张秀成 没说几句话就觉得口干舌燥 撇了眼捉上那只酒杯 愣是没敢去拿呀 徐凤年帮他倒了一杯 他这才低头弯腰接过去 微微侧过头 一眼而尽 看得青竹娘都傻眼了 这唱的是哪出戏呀 什么豫将军 什么北梁铁街 杨慎兴他倒是听说过 那个在冀州作威作福 然后到了别地就立马水土不服的老头子吗 据说在黎阳一个叫广陵道的地方 吃了场大败仗 典型的晚节不保 他对袁亭山则相对更熟悉一些 没办法 这个袁大人在冀州呢 是富如皆知啊 是毁誉参半的一个传奇人物 认可的 对他崇拜的是五体投地 把他刮的都不行都捧上天了 不认可的 恨得牙根都痒痒 骂他是一条疯狗 还是曾经被北梁王打得满地找牙的疯狗 不靠骑马杀敌正取功名 而只是靠着骑女人才有今天的地位 张秀成正要说话 屋外有人轻轻叩门 张秀成如金弓之鸟般猛然起身 吓了这青竹娘一跳 徐凤年他压了压手 示意张秀成稍安勿躁 他平静的说 进来 弥凤节进屋之后 老人极其厌烦 嫌弃的冷冷撇了一眼 樊小差 他惊声说 那姓软的 找上门来了 徐凤年一笑 是该说这哥们阴魂不散好啊 还是一片痴情好啊 原来在他们四季进入冀州边境后 无意间遇到一只四十人的私人马队 护送着一位世家子弟 马队配置不比那冀州禁忌差 那家伙几乎只看了擦肩而过的樊小差一眼 魂魄就跟着樊小差那一季走了 什么都不管不够了 立即掉头策马狂奔 拼命赶上徐凤年四季 原来那个叫做软刚的年轻人年少时啊 在大展城见过仍是少女的樊小差 当时便惊为天人 等到樊小差离去 这个痴情种借口出门游学 都快把大半座冀州翻遍了 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娶妻 结果他觉得那场重逢就是天意 樊小差一开始啊 说不认识什么阮刚 也从没在大展城停留过 阮刚当时看徐凤年的眼神 那叫一个忧远 误认为这樊姑娘嫁为人妇成了她的美眷 有意思的是这阮刚从头到尾 没有仗势欺人的企图 只恳求啊 这徐奇君子有成人之美 千万要让她和樊姑娘破镜成圆 最后这位冀州副将的嫡子 甚至下马就那么跪在异路之上 满脸涕泪 索性他当时没能看到马背上樊小差的正名表情 这位浮水房第三号大当 当时真的是连把他分尸的念头都有了 樊小差望向徐凤年 他面无表情的说 我找个机会宰了他 放心 肯定神不知鬼不觉 徐凤年摇摇头 你们女子啊 能有这么个在意自己的男人 就算不在意自己也不能伤人太多 毕竟这种好男人 这个世道真不多了 樊小差还是板着脸 他问道 要不然 我把他弄进浮水房偏方 此人好歹是冀州副将最器重的儿子用得着 徐凤年反问 你又不喜欢他 再者 你也都当上浮水房排在前十的大人物 还在乎这点功劳 徐凤年笑着摇摇头 我看不见的地方 浮水房女子做这类事情 我不去管 但你就站在我眼前 算了 樊小差 呕了一声 就不再有下文了 徐凤年对弥凤杰说 随便跟阮刚知会一声 就说明天我去他家登门拜访 让他备好美酒佳肴 就让他继续等着 有个念头挂在心头 哪怕挂一辈子 大概也比心如死灰好些 屋内所有人都没有接话 张笑诚是不敢 弥凤杰是不上心 樊小差是开始闭目养神了 只有亲竹娘柔声道 是这样的 徐凤年没来由想起了 同为北梁棋子之一的王府客卿 带上那张入神面皮的书修了 这枚棋子直觉告诉徐凤年 不但在青州香凡城那位 藩王身边落地生根 而且连颜色都变了 师父李毅山一向视围棋为小道 最重要一点是认为围棋分黑白 且永远是黑白 但人心罪易反复 岂是黑白两色可以划分呢 即便离着北梁有数千里之遥 哪怕如今北梁铁骑自顾不暇 但要让一个在青州台面上 见不得光的书修 一夜暴毙 浮水房花点代价 还是可以做到 但是这没有任何意义 倒是另外那张入神面皮的主人 去了北莽的那颗隐蔽棋子 总算开始风生水起了 至于在泰安城内 高居门下省左散计尝试的陈少宝 陈旺和灵州金旅 制造王绿亭的至交好友孙吟 徐凤年没怎么将他们当作必须 听命于北梁的棋子 顺其自然就好 徐凤年倒是更期待曹维那家伙 在玉兰刀尽万优计的掩护之下 曹维那支更为精锐的骑军 兴许真的可以成为一锤定音的骑兵 当然前提是北梁三线能够咬着牙 扛下北莽铁骑的南清 徐凤年端着酒杯 起身走到窗口 望着川流不息的闹市大街 他喝了口花雕酒 你太平令在北莽皇宫 以百幅大段拼凑出两朝如画的锦绣江山 要为那老玉以黑白买太平 技术活当赏 不过这个赏是我北梁三十万铁骑 就看你北莽吃不吃得下 小心烫穿了渡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惹是生非的四季 在诺大一座大展城的去留 就像滴水投鱼俱贺 根本激不起什么 徐凤年跟张秀成谈妥事以后 很快就离开酒楼 青竹娘只在相送时说了一句话 说上次离别 他送给他一句话 这次他还给他 徐凤年笑着说收下了 张秀成回到雅间窗口 望向四季在街上远去 没有转身 女子正在缓缓的收拾桌子上的酒壶酒杯 和那些盛放佐酒小菜的精致碟子 张秀成好奇地问 青竹娘那句话是什么 可以说吗 青竹娘婉约一笑 有什么不能说的 她上次对我说好好活着 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大的道理 张秀成感慨地说 这世道要乱了 青竹娘小声问 她到底是谁 你要是不能说 就别说 张秀成转过身 有些疑惑 还真不能说 只是我跟她聊了这么多 青竹娘 你没猜出来 青竹娘脸颊微红 我也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 反正觉得 现在好像什么都没能记住 张秀成愣了一下 她忍住笑意 你就当她是徐朗好了 反正她真实身份 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到时候 你就算逃回北莽 闭上耳朵倒没用 从她对待那婢女的细节中 看得出来 不说是好人 但肯定快不到哪去 青竹娘白了一眼 这个总喜欢自嘲 只会在固执堆里边 降妖筹谋的道士 她轻声说 她呀 坏着呢 张秀成不明就里 也不乐意掺和这坛子事情 省得里外不是人了 对了 在春秋世子眼中的神州路尘后 也不知是哪个嘴上不积德的读书人 说了句大损话 流传甚广 就是说徐潇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张秀成在冀州扎根后一开始不理解 后来才知道 骂那位老梁王杀人太多 是闯入人间的厉鬼 至于其他 如大将军走路一高一低 这个简单明了 是在暗讽徐潇是个瘸子 上梁坡正下梁歪 曾经是用以笑话人徒驼背 和他长子徐凤年顽固无良 不过随着徐凤年名声大震 已经很少有人提起 张秀成叹了口气 可惜自己是没法子看上一眼 那功高震主 且得善终的大将军了 收敛起这些无用思绪 张秀成看了一眼窗外天色 自己也该出城了 大当家的还在那边等着自己的消息 张秀成突然坐回位置 让青竹娘放回杯快碗碟 他倒了杯酒 蔓延起来 青竹娘呢 则斜靠在窗边 安静的望着那热闹喧嚣的一厢市井 却说徐凤年四季 在过大展城以北雁亭关后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 就弃马而行 徒步翻山越岭 在乔列罕至的山路快速的北行 迷凤杰和樊小差都对于帝龙那孩子刮目相看 小小年纪悟性好不奇怪 但内力如此雄厚 那就完全说不通了 他们当然打破脑袋都想不到 牧羊同于帝龙继承了王先知的半数衣钵 汽州之行 六年缝总能精准的找到徐凤年 传递来幽州战况 当一行四人呢 沿着一条峡谷奔走在高处脊背上 徐凤年又一次骤然停下身形 台壁撑起那只破云而坠的神郡海东青 迷凤杰看到往常神情平淡的北梁王 这次有些凝重 站在崖畔愣愣的出身 于帝龙一屁股坐在地上 脱下那双结实牛皮靴子倒提起来 倒掉那些个脚的杀力 迷凤杰忍不住开口问 葫芦口战事不利 徐凤年摇摇头 早马寨那边的第一场接触战 双方战损 其实还在楚路山和燕文鸾的意料之中 但是就我目前收到的谍报来看 有些战场之外的意外 必须要重视起来了 杨元赞亲自领先锋军直扑我攻城 自古以来 一辈子得有半辈子 活在马背上的北方游牧民族 自然骑射娴熟 但大凤王朝开国初期 仍是对草原势力保持着绝对优势 他们也许想不到 哪怕在大凤末期 哪怕不依靠城市坚固和精锐弓弩 凤军与草原骑兵的交战 依旧是可以打平手 双方出现胜负颠倒 也就是这两百来年的事情 无数趟夹带私货谋取暴力的边关贸易 加上两百年无数次南下游掠的大掠而归 让北方草原拥有了相当规模的匠人和铁器 春秋世子洪加北奔 更给北莽带去了丰富的人口 深厚的中原文化 以及潜移默化的战争观念 董卓司军重视部族 重视攻城 重视辅兵 这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 作曲 杨栏 小杨树 多少天印过苦 古明的路 不遇旧一户 帝王江山寄仆土